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華日 習近平計畫訪莫斯科 中共暗批拜登訪屋火上郊遊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習近平的盤算 普京加大核威脅 俄國暫停核限制條約 將恢復核事報 中共大外宣又出洋相 應高官親自打假 中共官場聊天記錄遭瘋傳 即使全區知道咱倆關係又怎樣 又失言美國媒體人驚爆 拜登說出毀滅臺灣計畫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21日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真相視頻推薦給大家 也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華日 習近平計畫訪莫斯科 中共安批拜登訪屋火上郊遊 華爾街日報21日獨家報導 據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計畫在未來幾個月訪問莫斯科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峰會 而習近平的訪問與普京的峰會 都是中國為結束烏克蘭戰爭而推動多方核談努力的一部分 報導說 呼籲俄羅斯不使用核武器 也將是習近平訪俄 即與普京舉行峰會的目標之一 華爾街日報引用消息人士的話說 習近平出訪的規劃仍處於初級階段 目前還不確定出訪的日期 但是他們也指出 4月或5月初 當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8週年時 也許是習近平訪問的一個時機 但是華爾街日報指出 西方國家對北京的外交努力 仍然抱持懷疑態度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華爾街日報這個消息沒有任何中共軍援俄羅斯的消息 反而從表面上看 貌似中共中立 所以應該是被中共方面放風 習近平中央的算盤 肯定是希望中共最大限度受益於俄乌戰爭 那就是美國和歐洲都因對抗俄羅斯而被削弱 而俄羅斯也不至於崩潰 各方都有求於中共來斡旋停戰 但是中共軍援俄軍已經被美國抓到把柄 不然白宮和歐盟也不會嚴厲警告中共隨之而來的後果 中共也是一直在試探西方的底線 企圖在不觸發制裁的情況下 最大限度地援助普京 但很多事人算不如天算 就像這個間諜氣球被美國人肉眼看到一樣 要人不知鬼不覺 還是無法如願 拜登想讓中共蒙混過關還是失敗了 針對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今天21日訪問俄羅斯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中國希望以王毅訪俄為契機 維護雙方的正當權益 為世界和平發揮積極作用 汪文斌還對拜登訪問烏克蘭與澤倫斯基會面按批說 各方 尤其是大國 應採取負責任的態度 為勸和促談創造條件 多做有利於政治解決的事 而不應火上澆油 更不能趁機牟利 普京加大核威脅 俄國暫停核限制條約 將恢復核事報 俄羅斯總統普京今日在國情自問中宣布 暫停參加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並且要求就恢復核事報做好準備 並宣布新的戰略系統 以投入戰鬥值班 New START 是俄羅斯和美國之間僅存的最後一項核武器交易 並於2021年延長了5年 該條約最初於2010年簽署 將雙方的遠程核彈頭數量限制在1550枚 低於之前的START協議 普京威脅說:「一週前 我簽署了一項法令 將新的陸基戰略系統投入戰鬥值班 目前尚不清楚俄羅斯哪些陸基系統 已投入戰鬥值班!」 中共大外宣又出洋相 英高官親自打假 中共《中國日報》這篇謊稱是英國前高官夏文達為該報撰寫的文章在上週發表 題為《英中應該聚焦共同利益》 文章實際上是徹頭徹尾的捏造內容的大拼盤 並混有夏文達本月早些時候在倫敦的一個《關於擴大中英經濟關係》演講中所發表的評論 夏文達辦公室的發言人在提供給布萊特巴特倫敦的一份聲明中說 夏文達向商業聽眾發表了關於中英關係的演講 他當然沒有為《中國日報》寫過一篇文章 所以坦率地說 他們會把他的話當作自己的專欄文章來冒充 這很怪異 我們投訴了 幸好現在他們已經糾正了這個錯誤 布萊特巴特倫敦已經聯繫了《中國日報》以尋求置評 這篇假文章引來了強烈的反擊 尤其是文章中體現夏文達呼籲中英經濟關係恢復正常的部分 實際上夏文達演講的聽答稿顯示 恢復正常的部分 是在討論大流行病造成的多年中斷之後 兩個經濟體的領導人能夠親自會面的問題 夏文達是在倫敦的一個活動上發表的講話 該活動由英國中國商會 英中貿易協會和有爭議的神秘的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主辦 該俱樂部長期以來一直為加強共產主義中國和英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而遊說 這不只是中共官媒第一次造假 2019年2月18日 《人民日報》英文網 刊登了一篇新西蘭前總理珍妮·西普利的署名文章 題為《我們需要學會傾聽中國》 文章對中共的一帶一路計畫大唱讚歌 文章刊登後 隨即引發新西蘭國內批評 後來 西普利出面回應表示 該文並非她所寫 中共官場聊天記錄遭瘋傳 即使全區知道咱倆關係又怎樣 近日一張揭露婚外情的聊天記錄遭到微博網友瘋傳 河南交作成改辦郭姓男子疑似是將信息誤傳到有153人在內的工作群組 信息寫下:「張姓 睡了嗎?即使全區知道咱倆開房又怎樣?你老公知道又怎樣?咱倆聯手全區工程就是咱們的 已經給你提了婦科了 我正科!」 布雅信息一事出後 示範區黨工委立即展開調查 開除了涉事的成改辦主任郭姓男子及副主任張姓女子 據中國大阪新聞17日報導 從該聊天信息截圖可以看出 張姓女子已婚 任職於該區成改辦副主任 於該區成改辦主任郭姓男子疑似有不只有不正常男女關係 甚至計畫聯手吃下全區工程 有重大貪毒行為 事件在網路散發後 官方表示 目前兩位涉事者已遭到開除 示範區黨工委也持續針對此事展開調查 又誓言 美國媒體驚爆 拜登說出毀滅臺灣計畫 臺灣三立新聞報導 拜登先前爆出不少誓言風波 美國華府廣播節目著名主持人尼克森16日在推特發文表示 白宮內線消息透露 當被問到有什麼比新保守烏克蘭方案更加災難性的事情 拜登回應說:「等你看到我們毀滅臺灣的計畫就知道!」 這篇鐵文曝光後 引發外國網友熱議 請問有連接嗎? 他為什麼這麼說?也有其他網友酸說 永遠不要低估拜登搞砸事情的能力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中南海肉搏 新華社武尼中共政治局常委會 傑族先登 拜登驚奇訪屋 俄羅斯超丟臉 普丁壓力大了 俄軍內鬥 瓦格納與正規軍爆發激烈口角 對空鳴槍 美軍的這一戰術 中共難以應對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您訂閱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 我要點擊敘烈口角及保守 於降落了氏高 ribs吃 La Jill、原請貢の菜圓